OK 大家歡迎回到肉圖頻道 簡單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過年到現在這段期間 我陸續收到的一些包括品牌方寄給我的一些禮品 或者是我自己購買的一些我覺得好玩的東西 就是一些生活中的小玩意 具體哪些是我收到的禮物 哪些是我自己買的 等會我介紹的時候會一個一個跟大家講清楚 介紹順序就按照價格從低到高來去介紹好了 各位也可以針對我影片中所分享的一些小的玩意小單品 大家可以打個分看一到十分你會打幾分呢 不知道各位的喜愛程度是怎樣 OK那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吧 首先第一樣東西就是這一個 是一個小的香水分裝瓶 這個好像牌子叫做Traveler 然後它是5ml的容量 我覺得不大不小吧 就是旅行用來分裝剛剛好 這個其實也是挑了蠻多才挑到這一個的 好像說目前算是比較好用的香水分裝瓶 為什麼要選這個 其實是因為我自己的那些香水都是比較大的容量 大家知道像這種東西就是越大越划算 但是大容量很難每天大家身上出門或者說是旅行的時候用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可以 摳對幾樣不同的香水去裝在一起 這是我最近才發現的一個好玩的地方 簡單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常用的幾個款式的香水 就是竹馬龍的這個黑石流 然後就是Level的33號彈香味 還有就是ASOP的這一個質 大家可以看到它們容量都比較大的 我盡量都是買它們能買到的大或者是最大號的這個容量來選 這個就比較難以帶上飛機了 而且它是玻璃瓶嘛 就容易碎然後損失掉了其實挺可惜的 所以有一個這樣的小分裝瓶挺好的 並且它的好處就是說它是從底部 從這個屁股的位置有一個香水帽的這一個接口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用起來還蠻簡單的就是你把這個噴嘴拔下來 它不就是一個管子的口了嗎 然後就把這個屁股對上去直接壓就行了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它不會接觸空氣 傳統的分裝瓶呢如果是直接倒進去的那種就是會接觸空氣 而且也不好操作 因為這些香水的噴頭呢它基本上都是做好就是固定死的 你不好去拆妝它 並且我這幾個味道呢 它們在風味趨向上都蠻接近的 尤其是中厚調 我會經常去選擇這種木製泥土的 有點煙熏感的這些老男人味嘛 然後所以我覺得可以把它們適當的按比例混合在一起 但是這個也沒有說特別精確 我就是按心情去來來回回弄 現在的味道我覺得還挺特別的 對這個就是一個好玩的小東西分享給大家 不貴吧好像才五六十塊 這我自己買的最近買的比較喜歡比較常用的一個小物品 大家還想看一下我分享香水這一類的影片的話 你們可以大部分評論留言一下 因為其實我沒有說想特別專門去做香味這一個類目呢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它感受太過於主觀了 但是好像確實有一些真的很不錯的味道 還是挺符合大多數人的這個使用習慣的 如果你們想看的話呢我嘗試整理一下吧 那麼接下來的就是一個 雖然不是我最近收到的 但是是我一直以來經常使用的 可能大家也有看到它出過鏡 然後也是我比較推薦的 並且其實我好像還沒有專門介紹過它 我記得好像沒有吧 它是來自Kinto的這個隨行杯 熟悉我的朋友可能知道我之前有介紹過我另外一個隨行杯 它是那個算是保溫杯的那個形狀 有兩層蓋子 那是我自己買的 這一個很有意思是我在咖啡店中獎中道的 離奇那一天是我當時還在上海 然後早上起來還是一點夢見 情況下想說去買點吃的吧 然後買杯咖啡喝一下 然後就路過那個永康路那邊 有新開一間咖啡店 很熟悉的朋友知道永康路這條街 雖然說是一個咖啡店的網紅街吧 但是他們的換店的頻率還是挺高的 可能一陣子沒去又換了好幾間新的店 就競爭還挺激烈的 當時呢我路過一間新開的店 想說那不就試試看好了 我看到他們正好有活動 就你買一杯咖啡 你就有一個抽獎的機會 那當時其實我就 方便的話 就是這個幫我們點片發一下 好 因為很多人不相信有大獎 但是有些獎品 因為很多人沒抽到嘛 了解了解了解 方便的吧 方便也沒關係 我剛戳的是42 然後就中到了Kinto的水晶杯 結果就中到這一個他們的頭獎 應該算是就是Kinto的這個水晶杯 當時老闆也懵逼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希望我能在點評或者什麼地方 幫他們發一下說真的有這個獎品 不然的話很多人覺得說 他們是沒有真正的獎品 只是說一個噱頭在吸引人來買而已 然後我這裡我確實需要幫老闆澄清一下 真的是有的 並且被我抽到了 還好是被我抽到了 可以給大家看到 不然我覺得他還挺軟的 OK 好的 謝謝 那麼這就是這一個杯子啦 我用了大概有小半年了吧 還是蠻喜歡的 但是唯一一點不好的就是 它沒有一個閉合的口 它的蓋子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它這個口呢 就是常年是打開的 不能把它放進包裡面它一定會灑 但是它是很適合放在車裡面用的 然後變起來保溫啊 然後喝起來的唇感什麼的都不錯 然後也蠻好打理的 它就是一圈橡膠 裡面就是很乾淨光潔的這一個杯地了 很喜歡 然後這個如果你要買的話 我在淘寶看到也就是200出頭的價格 並且好像很多商家都支持免費客製的服務 還挺棒的 OK 那麼再過來一個呢 就是蠟燭 OK 它是長這個樣子的 這個來頭還挺有意思的 是那一次一個朋友的銀飾店開業 在深圳然後邀請我過去 然後就去看了一下 就大概也是印第安銀飾的風格了 當然開業嘛 也有一套來賓的一個小禮物 就是一套香蠟 然後還有另外一根皮繩 那個皮繩我已經用掉了 等我再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香蠟它其實可以說是合作吧 不能說是定作 這是香蠟本身的品牌 名字叫做D-Share 然後這邊這個就是銀飾店的名字 然後這一款蠟呢 它是17號 大家可以看到這款蠟 它有編號有名字 它名字叫做leather craftsman 就是皮匠的意思吧 確實跟銀飾店呢 包括一些阿美卡基風格的這些文化 也能說有一點小關聯吧 然後它味道還確實挺像皮的味道 有那種 就是剛拿到新鮮皮革的味道的感覺 直頭革的味道 D-Share 這個香氛品牌 它是支持你在他們的店鋪去訂製名字的 我覺得它味道還是不錯 有皮料的香味感覺來呢 又有一個比較天然那種辣的香味 有點甜甜的 但是我會說膩 就還挺舒服的 如果你想要去嘗試的話呢 它們好像大概有個二十幾種不同的味道 我覺得還是要去試過才能去購買 不然的話這個香味的感覺還挺主觀的 它大概是兩百出頭吧 也不算特別的貴 我覺得還是可以嘗試的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就是像這種有火香薰呢 可能它燃燒的時候會有 PM2.5的這個空氣污染物 如果你有過敏性鼻炎 你需要慎重的去選擇 哪怕是再天然的這種蠟燭 什麼大豆蠟什麼之類的 這是大家需要去注意避免的一些小的問題 味道我覺得還是可以的 買得過 OK 那麼再往上的價位 大概就是五百到一千左右的這一個區間了 是幾雙鞋 首先是Vence的這一雙 還蠻特別的 Vence這雙它是一個old screw 然後它們當時其實是給了我一個列表讓我去選了 那我沒有看得太久 我就一眼就看上這一雙 那就選了這一雙 到手呢實際發現質感確實也還不錯 它是這種反毛材質 仔細看一下它這個質感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當然它就只是一雙普通的old screw 沒有說有太特別的地方 唯一一個可以說特別的呢 就是它的這個面料中含有這個成分 不是成分是科技 它是應該叫什麼 Eco Dry 防潑水的一個科技 我覺得這一點是比較討我喜歡的 尤其是能在保證有這種幾皮質感的情況下 就沒有損失掉幾皮一絲一毫的這種反毛皮的 非常優秀的熔面質感 同時還能保證它有這個抗水性 我覺得這個就是能非常給到這雙鞋加分的一個點 它價格應該也就是一雙普通old screw 價格 可能五六百 我沒有具體去查 之前發了圖片呢 很多朋友都看上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再給回答一下各位的疑問 我驗證過了它這一款鞋的鞋墊是不能抽出來的 不是那個高緩震的那個鞋墊的版本 就是腳感也是普通old screw而已 沒有說非常特別 只是說它有這個抗水的特性來的 讓我覺得它比起普通old screw來講 有更多的實際傳統的價值 尤其是像南方朋友可能 再過一個月馬上回南天就要來了 潮濕下雨的情況會非常常見 如果你要想友情舒適的情況下 又不想腳絲大大的 我覺得這個是確實可以考慮的一個單品 我們在這裡呈現給大家 那麼隨著Vex裝鞋來的 還有一頂帽子 它是領域服帽子 大家這樣看呢 好像平平無奇沒有太特別 甚至覺得可能有點像老奶奶戴的帽子對不對 但其實它是一個可以兩面戴的帽子 反過來它就是一個off the wall的刺繡 不過雖然這個標露出來是有點傻 當然如果你確定你要反過來戴了 你也可以把它去掉 就是還挺特別的我覺得 試戴給看一下 不過我覺得這一種形狀的帽子 不是特別適合我 我覺得我的臉型 或者說我整個人的身形吧 如果要戴漁服帽的話 可能需要它的帽顏再寬一點 就再長一點 這個有點太小 然後帽身又太大 顯得我呆呆的有點傻 反面這個格子面呢 其實我覺得比起男生來講 可能更適合女生去戴 還挺好看的如果女生戴的話 並且女生因為頭髮會比男生長 普遍的情況下 所以戴這種短顏的漁服帽 我覺得也還挺好看的 這是Vance給我的一些小禮物 再來過來一個是 是來自跳跳人 John Man的這一個叫做Deltamid 這個鞋型是Delta的這個中棒 我覺得還挺好看的 尤其上腳之後它的鞋型 包括包裹感啊 穿著感受什麼的都不錯 但我不確定它算不算是一雙 就大家平時口中說的那個實戰鞋 因為我也沒有打球很久了其實 然後並且這雙鞋呢它有一點點偏小 平時如果我拿8馬半的話 這雙鞋要穿9馬才舒服啊 就是這一點點 其他的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我覺得鞋型的形狀 包裹感受包括鞋身本身的這個層次感的設計 都還不錯 挺好看的 除了這個顏色之外 它還有其他蠻多顏色可以選擇 也沒有說太特別吧 我覺得還是中規中矩的一雙 比較適合學生朋友們去穿 打球也行 日常運動也行 亞馬路我覺得也還不錯 那麼這是來自Jorlin的Delta Mid 再過來一個呢 它是一個套裝啦 雖然我不是一起收到的 但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並且這個好像過起來會發手 首先就是沙爾蒙的這雙鞋 其實我之前已經開過箱了 我就不在這裡重複講 它是這雙叫做流星配色的XT6 鞋型就依然還是XT6 除了顏色之外其他沒有任何變化了 但是重點呢不是這雙鞋 而是隨著這雙鞋 也有一個另外的好玩的小東西 看一下盒子 它是這樣子的 OK 看起來有點像沙爾蒙自己的鞋盒 有沒有 它呢就是沙爾蒙跟這一個叫做 什麼 Gym Dreams的這一個 算是玩具品牌吧 合作出的一款小的公仔 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裡面一打開呢是這個黑色的絨布 OK 那麼公仔本體呢是長這個樣子的 它是一個小胖子 我覺得它真的超可愛的 然後它的名字就叫Chunk 上面這一個就是它的名字了 然後如果你仔細看呢它的右邊鼻孔有了個洞 除了這個胖子本身還有幾個小配件 首先呢它是兩雙燒了我們自己的越野鞋 一雙是這一個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 B-Cross 對 超小的 另外一雙就是 我剛剛給你們看的那個 流星配色的ST6 就只有這麼大而已 跟真鞋比 就是特別好玩的一個比例 我覺得特有意思 然後顏色鞋型什麼的質感做得還挺像 然後它是軟膠 挺軟的 然後就是方便給它穿 它是可以真的穿上這個鞋 就大概穿一下你們看看 還挺可愛的 然後另外的幾個配件是 是最好玩的地方我覺得 它有一個哨老門自己越野 平時就是去越野跑的人 會拿這種軟製的水壺帶 然後給它拿在這個右手上面 然後這裡有一個 一開始我拿到它我覺得很困惑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後來我看它的鼻孔呢 我就明白了 然後這就是它打瞌睡時候的那個鼻涕泡 對這樣塞進去就可以了 不是特別穩但是也沒有說很容易掉 那麼整體就是這樣的一個小胖子 就在打瞌睡小胖子 好像是2月24號的早上10點鐘 SALOMON的天貓旗艦店 會發售帶有公仔的流行配色 這雙SALOMON XT6的套裝 我記得天貓店是現前30名 購買這雙鞋的人 才有機會得到這個公仔 然後線下店鋪好像是在上海的那個 萬象城有15套 對這個好像是賢到賢得吧 線下我不確定要不要抽籤 反正線上應該是賢到賢得的 有30套帶公仔的 我覺得還是很可愛的 這到底推薦給各位 這是他們借給我玩的 然後一開始我也不確定 它什麼時候有發售 我剛拍的照片發出來 很多朋友過來問我 我也是一頭霧水 我是這兩天才知道這個消息 所以我就趕緊把這個 分享出來告訴你們 我覺得還挺好的 就是雖然有這個玩具 作為套裝 附加在這雙鞋裡面 但鞋本身也沒有加價賣 就還是按1299還是1298 這雙鞋的原價去買這個套裝 我覺得還挺可愛 挺有意思的 算是誠意滿滿 雖然數量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各位喜歡這個公仔 喜歡這個肥仔的話 你們可以去搜一下它有其他的款式 就是玩具品牌自己做這個公仔 它有其他的配色 有什麼橙色 黑色 綠色 藍色 然後有各種不同的動作 好像還有一個這樣子 爬在那裡的 然後還有那個小的版本 小孩BB的版本 穿尿布的 就很可愛 我大概附一些圖片在這裡面 感激趣的話 你們可以去搜一下 也不是特別貴的價位 還挺可愛的這個公仔 那麼這是這一個價位的一些 好玩的東西 OK 那麼再往上呢 大概是1600幾的這個價位 我不確定具體的清額了 哈哈 它是來自這一個叫做 The Owner 的這個眼鏡品牌寄給我的 算是小禮屋吧 大概包裝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抽屜式的盒子 我覺得盒子本身呢 還挺用心的 但是如果拿來當做眼鏡盒 好像有一點點 就跟我希望 或者說是一個眼鏡盒 該有的樣子 不太一樣 打開裡面呢 它應該是貼紙吧 對 它應該是張貼紙 上面寫著 Great minds things alike Thanks to you to find us 大概是這樣一句話 然後還有一個口罩 比較符合當下的情況 然後就是一個這種膠盒 我拿到就有點懵逼 眼鏡怎麼會用這種盒子裝 然後裡面就是這個叫什麼 這一堆 拉菲 拉什麼草 忘了 一堆拉菲草 我不確定這個是不是 因為它是新年禮品的關係 所以它用這種禮盒 包裝方式 我不知道 就它的日常 如果購買到的款式 是不是也是這樣包裝 然後眼鏡本身是長這樣 我覺得吧 包括 不是我一個人這樣覺得 就是我發了圖片之後 很多朋友看到也會覺得說 它好像是 飾品的這個程度 會大於它本身 作為一個眼鏡的 就是說它設計感強於它的實用性 可以這樣說 簡單來講就是 如果你需要配一個光學鏡的話 可能不太合適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拿來當一個飾品的話 確實還不錯 它的設計感挺強的 它這個自帶的鏡片是一個仿南光的鏡片 所以你可以看到側面它會有點泛藍 我大概戴一下給你們看看 我看一下它的尺寸 它尺寸是 519145 因為它的鏡片沒有度數 所以我現在看不清 可能不知道我事先在看哪 反正我戴上效果大概就是這樣 不知道你們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看不見我自己的樣子 反正戴上去的感受我覺得是舒服的 不是很重 然後也挺穩的 不會說往下掉啊滑啊 因為我沒有日常去使用 也不是我的度數我也沒有去換晶片 只是說戴起來的感覺我覺得還 還挺好的 就作為視頻來講 但是對於一個近視眼來講 拿它當光學鏡的可能性 我覺得不是很大 不過我也不能否定它 是一個好的設計 我覺得它設計感還是挺好看的 它這個分層的設計 多了一個鏡框的感覺還挺帥的 就算我日常不會拿它戴呢 偶爾說是為了穿搭搭一下還挺好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確實沒有金絲眼鏡的這一個選項 這還不錯 算是一個挺好玩的禮品吧 這個牌子我也是才了解到 叫The Owner 中文銀行叫入戲 就他們做的風格都是 大概是偏這一類比較有設計感的 這種飾品類的眼鏡款式 而不是說真的給你拿去當光學晶片用的 那麼這就是這個眼鏡啦 OK 那再一個價位是上了2000多 兩三千的樣子吧 對我不太確定現在的價格是什麼 是一個人體工學儀 可能有朋友在別的Dub手那裡看到過了 我也是之前雙十二入手的 然後我用了這段時間我覺得不錯 然後再反饋給大家 這是我自己買的啦 就沒有人送給我 當然東西太大了 我就沒有移過來這個場景拍 我就在跟你們講一下 平時我剪片大概就是用那個凳子 我覺得它還不錯 我收到的時候 雖然它閃閃落落的需要自己組裝 但是還挺簡單的 基本上都是幾個大模塊 把凳子和扶手組裝好之後 落在那個凳腳上就行 然後整個可調的範圍特別多 並且它的那個三片式的靠背 就是上背部和下腰呢 是分了三個不同的區域 這個好像是它目前獨有的專利了 這叫 品牌叫做Ergomax 我的那個款式名字叫做Evolution 我是在活動期間買的嘛 我的購買價格是2879 然後它是加大版 還帶了一個放腳的小 小的這個叫什麼 暢躺價 覺得還可以 這價格挺划算的 比起Herman Miller來講 使用體驗差不多 但是Herman Miller很奇怪的是 它所有的款式都不做任何 這個封背的分區都是一片過 這個我覺得大家 看自己使用的感受吧 每個人的感受都不一樣 我覺得Ergomax的這個分區的 我自己靠上去的 泄壓的感受是蠻好的 我覺得很舒服 各個位置貼合的也不錯 但是如果再給我一次選擇的話 我可能不會選加大款式了 它可能比較適合 體格比我更大的朋友們 更寬的朋友們來講 我覺得用回標準版就夠了 就是像我這種身材瘦一點的人 或者大多數的人 用標準版應該是可以的 那我用了大概12月12月 3個月吧差不多 沒有什麼不好的反饋 還挺喜歡的 調高低調前後啊 包括這個躺下去的這個力度反饋 都可以調我覺得還挺貼心的 好像廠家是中山的吧 寄過來我這還挺快的 是我自己入手的 我覺得一個不錯的好物 再分享給大家 不一定非要盯著Herman Miller去買了 我可以買到最後一個 也就是價格最高的一個東西 這也是我自己買的 沒有任何人要送給我 我買了蠻久才收到 然後我收到沒多久呢 我就發了一組圖片 然後他們Studio已經看到了 覺得反饋還不錯 然後又給我寄了一個 他們自己的限量周邊 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旁邊這個 一直在發光的佛頭 它是MP Studio 和我們國內的一個現代藝術家 叫做林坤浩先生 合作的一款作品 它是一個 官方叫做大北宇宙未來佛 拿過來 還挺重的 OK 它大概就是一個這樣造型的佛頭 忽略它 突然這隻鷹 它現在被我當作飾品架了 就剛剛那個眼鏡也是 在家裡不用的時候 我不會給它戴 我覺得它大概比我戴好看 這個鷹的這根皮繩 就是我剛剛介紹的 那個銀飾店開業小禮物裡面 有一個這樣的set 它裡面就是有一根皮繩 這就是佛頭本佛了 OK 我覺得它還挺帥的 我為什麼會入手這一個 其實是我關注 大北宇宙林坤浩先生 有蠻長的一段時間 它算是我現在這個階段 比較喜歡的 一位國內的當代藝術家 我很喜歡它的一些3D的藝術作品 它是數字藝術家吧 應該這樣叫它 它做了很多建模 虛擬的那些場景 然後包括之前 它自己的微博 發了很多那個全景 場景的渲染吧 挺酷的 它的一些想法 然後它很喜歡去結合一些 像這種宗教啊未來啊 這種話題去做一些 它腦海中的一些想法 然後這一個算是想法之一 然後把它實體化了 整體質感拿到手呢 還是不錯的 打磨了也有蠻長一段時間 我覺得到手實際的效果 我還是挺滿意的 我這個是金面的 第一批有金面 然後還有另外兩個顏色 是白面和黑面 我覺得金面比較 就是未來都來 稍微還是有點傳統的感覺 畢竟大家平時可能看到 佛像最多的樣子 也是金面的 我是非常喜歡 這一類風格 就是傳統跟 現代或者未來的概念 去做結合的一些產物 包括之前我還看到過 有一組斷臂維納絲也做成了一個 機械或者是賽博朋克的感覺 那一組我也挺喜歡的 這就是我自己購入的 算是最貴的這一個擺件吧 它除了能發光之外呢 別人也做不了什麼 就是在這裡看著你而已 它發光有幾個模式給你們玩一下 這是它長亮模式 然後它有附上一個小遙控器 我的遙控器我覺得質感就挺 你不能說真的有一點差吧 但是無所謂了 按一下呢 它是有一個 這個叫做 呼吸模式 對 它的燈就是 有一個呼吸節奏 然後另外一個模式就是一個 平閃模式 我覺得也挺酷的 這一個 但是需要看 你放在家裡的什麼位置 來決定你這個好不好看 這一個東西我覺得還蠻挑你的 家居氛圍的 OK 大概就是一個這樣的擺件吧 我覺得還挺酷的 我剛剛不是說他們官方看到了 我的那些分享之後呢 又給我寄了一套 他們自己的限量周邊 就是這一個 馬甲 我覺得馬甲本身的質感呢 我就不去過多評價了 因為它畢竟也不是專門的服裝品牌 他們只是說 作為一個概念的載體 作為一個周邊來分享一下 想法我學還挺有意思的 就是大飛宇宙的 這一個主題的圖案 它把它做成一個門的形狀 然後上面這個未來佛的logo 就成為了一把鑰匙 它像一個開啟門的鑰匙的這樣一個概念吧 本身的概念我還挺喜歡的 但是衣服的質感我覺得就比較普通的 沒有說很特別 裡面的logo是這樣子的 OK 然後現在的這個階段 就是你們正在看到影片的這個時期呢 應該還有一款新的佛頭的顏色要處 就是全電鍍的版本 那個我覺得也是特別特別的帥 但那個好像限量的數量更少 我這一批我記得是500個一共 電鍍的那個版本好像只有300個 挺稀有的 這個價格大概是去到了接近5000塊 電鍍的版本可能要接近6000塊 不過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這個版件 畢竟怎麼說 雖然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但是我尊重各個不同的宗教文化 並且我也喜歡 把它們做一些其他領域的延伸和 怎麼說有點出圈的設計的合作吧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文化上的設計作品 畢竟不管怎麼說 我們也是亞洲人 是東方人 我們慶寅在這一個文化下成長幾千年來 都受這一種宗教文化去影響 我們或多或少的 可能看到這個造型呢 就會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 這是我個人一直以來的一個想法 但我家裡沒有放到處都是佛教的東西 不是這樣的 只是這個就特別合我口味了 在這裡分享給各位 大概這就是今天我想要簡單分享給各位的一些 我近期入手的一些好物吧 收到的一些小禮品 你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禮物推薦也好 或者說是好物分享也行啦 如果你們還拿一集入手的話 有喜歡呢就不要錯過了 這大概就是今天所有內容啦 如果覺得還不錯 記得給我1300按鈕 如果你還沒有關注我 就點一下訂閱了 我是Rock 我們下次再見 你看這個眼鏡給他戴 我覺得給我戴要好看很多 他戴我家裡算是一個 臉膜頭膜的一個地位吧 有些什麼視頻多 他戴上眼鏡是不是覺得 很適合去念經給大家講 他領事文的 我覺得沒有那麼高了 他戴個眼鏡 心切感多很多 天啊